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市著名的飞机巷 滨江街180巷 也挤满了数百人 拍摄佩洛西编号SPAR19的专机 佩洛西预计台湾时间3日早上在饭店内视讯会议 早上90拜会立法院 时时会晤台总统蔡英文 11时开访台记者会 12时在台北宾馆午宴 下午2时参访景美人泉文化园区 约50离台 佩洛西是从台北时间下午3时40分从马来西亚数邦机场起飞 晚间10时45分抵达台湾松山机场 花6个多小时从马来西亚飞抵台湾 避开争议极高的南海路线 比一般航线多了两小时 大陆国防部2日声明 美中医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授权新华社2日晚间22时56分公告封锁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于北京时间2022年8月4日12时至7日12时 在台湾东北 西北 东部 西南 东南等六处海域和空域 进行重要军事延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在此期间 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得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据悉 将比96年台海危机更严重 对台湾周边海空交通构成极大的安全威胁 形同对台湾海空域封锁三天 此外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 从8月2日晚开始 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在台岛北部 西南 东南海空域 进行联合海空演训 并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端火力实弹射击 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 失忆更直接表示 此次行动是针对美国近期在台湾问题上 消极举动重大升级采取的严正震慑 是对台独势力谋独行径的严重警告 河滨现于7月31日发生一枪击事件 一名持枪抢结犯仕途在诺科市 Local一间商店行抢时 遭到商店老板开枪击中后受了重伤 随后一性人驾车逃亡 不过这戏剧性的过程都已经被监视器拍下 劫匪团伙随后也遭到逮捕 根据KTLA报道 监视器画面显示 当时一名手持突击步枪的男子 在周日凌晨2点45分左右 走进第六阶816号的诺科市场 Local Market 并且直接将武器指向店主 命令店主将双手举在空中 几秒钟后 店主走到玻璃展示柜后面 然后突然向嫌疑人开枪 嫌疑人立即跑出商店 同时一边大喊道 他开枪打中了我的手臂 店外停车场的第二台监视器 画面则显示 当时一辆深色宝马 SUV上还有其他以口罩 或头巾遮住面部的 持枪同伙要下车支援 但是一声枪响后 最初进入店内的 嫌疑人尖叫者逃回车上 其余两名下车的同伙 也急忙返回车上 驾车逃逸 匆忙之间 其中一人还差点来不急上车 差点被丢包 初步判断 当时车上除了三名蒙面人 另外还有一名驾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